我现在来介绍捷径的问题 所谓捷径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的话呢 由A到B之间的话呢 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前的话呢 只能够往右边 只能够往上 还不能够走回头路 那么请问一下 由A到B一共有几种走法 那么这个题目的话呢 如果说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用画的一条两条三条 这样子的话画起来的话呢 非常的困难 其实的话呢 它可以使用的是 重复的排列的方式的观念 就可以解决非常的容易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 由A到B 它是走这个格子来说的话呢 12345 123456 来我们来看看啊 我们一定是向右边走 各位同学看 向右边 箭头的话来说是 向右走一步 各位同学的话呢 如果你想想看 从A到B 是不是一定要向右走六步 向上要走几步 四步 所以这个题目的话呢 其实它是非常容易的 我们只要想 由A到B之间 这个右边的箭头 跟向上的箭头 这一共有十个 十个箭头的话呢 我们来做一个排列 就可以算得出来 它的总数是多少了 那么这个要怎么排列呢 我们来想想看 12345678910 所以的话呢 总共有十阶层 成种 然后的话呢 其中的话呢 是六个是重复的 六阶层 这是四阶层 于是的话呢 我们计算的话呢 一样 只要是遇到这样的题目 我们都要用的是 对销的方式 我们先把最大的 跟它对销 这样一销掉了以后 这边是变多少呢 这边就变成 十九八七 这边四阶层是 四三二一 一就不用写了 然后我们要用 对销的方式 二四得八 三三得九 于是的话呢 三七二十一 这个的话呢 有几种走法呢 两百一十种 所以各位同学的话呢 只要了解了一个 重复排列的观念 我们也可以应用在 简单的一些 几何上面的问题 这�一九十五个字片 东西 释渡 这项 对销